OK这个可能要稍微就是第八行第八个要记 那你会想说那之后的话如果我今天 假设1到8都已经写完了 那当然呢将来我要怎么样 我要能够跑回圈嘛 1 2 3做一样的事情 对所以呢我就怎么样 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在外面包个回圈 那回圈的话呢 之前我们写的都是同一个工作表哪一列到哪一列 不过这里不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而是哪一个工作表到哪一个工作表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工作表 它的顺序第一个还是1 所以你会for i 等于1到3 对不对 不过我这边有一个写法就是说 如果未来你这个数字 跟那个列也是一样 如果会变动的话 那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减掉一个就好了 可能它又多一个月四月 多一个月五月 对不对 那总表一定是 就是最最后那一个 不算 那你的叙述的话 就要学一个叫蓄词 蓄词物件里面有一个方法 属性叫做Count 蓄词点Count意思是说呢 那你帮我算一下里面有几个工作表 反正它里面有四个 它回传就四个 但是我要把最后一个不算的话 你就简易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就直接再把游标打一个Next 这样的话呢 那它就会怎么样 一个一个的帮我跳 就是就OK了 那清除的话 我们把它清掉 其实实际上 如果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测试应该是OK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如果现在按下去 减4 那这不会跑 打错了 好 OK 所以减4的话 4减4就零 所以它就不会跑 OK 好 所以理论上4减1的话 就跑1 2 3 那你会把它按下去 好不好 直接按这边好了 我做按钮 按下去 诶 位置跑掉了 你会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游标在这里 所以 还有一点你要注意一下什么 预设的位置 所以等一下记得 如果你等一下那个写完之后 发生问题的话 还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游标要预设让它先停在这里 好OK 不然的话我刚刚 除非说我游标先放这里 按下去 诶 这样会不会对 这样应该就对了 有没有 可是问题啊 你如果忘记放就跑到别的地方 所以呢怎么样 这也是之前同学常遇到的问题 所以呢 最简单的方法 你不如就是怎么样 在开头的地方 先跟他讲说 你游标先帮我放在那个A2这个储存格里面 当成是那个预设的位置 所以呢 游标放那边就是Range A2.slate 其实录制具体也会写这一行 一模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确保你游标一定会在这里 那另外我其实我云单上的程式 还会多写一个 因为怕说 将来你执行的时候 你忘记是第一季 结果你忘了切过来 跑也会失误 也会错误 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怎么 游标先放在第一季 所以你可以怎么 再打一个怎么 游标先放在第一季的话 那就刚发说 你先帮我放在讯次 哪一个啊 你可以打一个4 或者是说你可以怎么 打这边有一个 可以打什么 打第一季也可以 就是两种叙述方法 你可以跟他讲说第几个 也可以跟他讲说呢 哪一个 OK 然后slate 一样是把它slate 所以呢 即便你将来 忘记说把游标放第一季 你就去执行的话 他也会怎么样 切到第一季 再停在A2 这样的话保险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同学忘了做这件事 东西都乱跑了 OK 那其他的话呢 就是把这些动作 动作 因为他 他就会直接 这样跑掉 第一季 A2先放上去 然后切到第一季 Ctrl 去向右向下 复制 切回第一季 切上 对 然后Ctrl 向下 然后再向下一列 OK Next 这样的话他就 这个地方会多一个 切到第几个工作表 不过录制的话好像不是这样写 我这边是把它改一个 第几个工作表 第I个 所以 如果I等于2的话 切到第二工作表 一样什么复制 再复制过之后的话 贴 向下 追踪 Ctrl 向下 然后呢 再Offset 在内设 这样OK 所以基本上 全部跑完之后的话 他就全部放好合并 但是他有个缺点 其实 最后你做完之后 还要再更贴心 因为理论上 你要贴贴贴贴 都会在最下面 理论上我们是 通常还会把他移到最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更贴心一点的话 你导步 在这个最下面 你游标 再回到A2或A1 也可以 如果你要再更贴心一点的话 就是让他游标再跳上来 这样你就不会贴完之后 每次还要再自己把它卷上去 有时候程式是 可以顾虑的 其实层面还蛮多的 这个是陆陆续把它加上去 OK 但是这个地方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毕竟这个是录制下来的 然后再修改 如果说我今天不要录制 我今天用那什么 用Range Range的那个方式 就我们刚刚 有我们刚刚前面那一题 A2你可以怎么样 不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好 我干脆我自动去知道那个范围 然后我用什么 点Copy的方法 有没有 然后Copy到哪一个工作表 就是第一季的工作表的哪个位置 不过其实还是要知道说 目前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所以其实最下面一列就最关键 如果那个地方OK的话 那其他 所以城市应该不多 甚至比这个少非常多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好吗